第431章筑基,这一剑太过诡异,他能防得住,可许之间防不住。他已然通过这一剑来逆推幽明宗的新法。他现在的武学知识风沾,远非正常人可以想象,可推演幽明宗的剑法还是觉得吃力。 这剑法太奇鬼,他觉得自己仅勉强推演出六七成而已,仅得其行为得其神,通过一招剑法也只能推演到这一步,无法再进一步。 塔园,鸡片花蒲与菜蒲没有因为是冬天而枯萎,反而生机勃勃。法宁正在菜蒲里忙碌,周扬站在一旁观战,瞿青罗正与周宇及楚林一起厮杀。 他们三个不是分成两帮,而是分成三帮,各自为战,分别与另外两人激斗,每个人都是以一敌二,激烈非常。 三人用掌法,迎白小手看着好像一点没力气,闹着玩似的。 掌力如涛,周扬所穿宝蓝色镜装烈烈,周围花蒲的花朵剧烈摇晃,摇曳生姿。 两人来到近前时,周扬核十一礼,法空核十,示意他不必多礼,与许之间站在一旁观战。 瞿青罗他们看到了法空,不但没有助手,反而动作更加的利落,打得更加激烈。 或迅速如吐起狐落,或变化如羚羊挂脚,将精妙与迅猛结合得极好,既很又美。 取之间忍不住点头,他们这般年纪能将招式练到这般地步,着实是难得,既有惊人的天赋,又有勤奋刻苦,缺一不可。 砰,瞿青罗忽然一掌拍中楚灵的肩膀。 呀,楚灵惊叫一声,飞了出去,嘻嘻,楚姐姐,你败啦。 瞿青罗得意地道,随即惊叫,却是被周宇趁机一掌拍在后背。 他亮相两步,冲到法空跟前,法空冲他摇头,瞿青罗恼怒地扭头瞪向周宇,周宇咪咪笑,你分神了,青罗。 哼哼,算我的错,瞿青罗只能承认,周妹妹干得漂亮,楚灵府长笑道,就该质疑至她。 瞿青罗冲楚灵哼道,楚姐姐你徒有一把利器,却被我打败,真是可惜呀。 我光练利器去了,招式不够精妙,过几日就能追得上你。 你前几日也是这么说的,瞿青罗得意笑道,他扭头看向法空,师父许师伯,你们两个大忙人怎有功夫过来了。 他一直想让许志坚帮忙助击,可许志坚总是忙忙忙,根本不朝面,拖到现在还没能助击。 曲志坚笑呵呵地道,青罗是有怨言呀。 他这么一笑,五官仿佛挤到了一起,让人看得担心他五官会不会挪位。 尤其是鼻子,会不会被连于嘴及眼睛挤坏了。 曲青罗黑黑笑道,弟子怎么敢有怨言呀,师伯怎么吩咐我怎么做。 真按照吩咐做了,曲志坚脸上笑容一收,严肃地道,没偷懒。 绝对没偷懒,曲青罗信心十足,曲志坚道,那好,手拿过来。 曲青罗伸出左手,曲志坚手指搭上他手腕,闭上眼睛,片刻后睁开眼睛,满意地点点头,嗯,火候可以了。 曲青罗顿时兴奋道,师伯,这么说我可以住击了。 可以了,兮兮,那什么时候开始,就今天吧。 曲志坚道,不过,师伯放心,我绝不会乱喊乱叫的。 曲青罗挑衅的邪逆周扬,周扬撇嘴,好,曲志坚加许地点头,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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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伯饶命啊,惨叫声一声比一声惨。 曲青罗直挺挺站着如一根木头,发出不似人类的尖叫惨叫,五官传成一团。 楚林周与周扬却乐不可知,觉得有趣,平时曲青罗一向是蜘蛛在握,聪明绝顶,什么都站进上风,没有出乖露丑的时候。 他现在这般惨叫的模样太难的一见,楚林尤其是乐不可知,嗨着巴掌叫道,这一声比刚才的更响,再来,再来,青罗,看你到底能叫多响。 曲青罗不满的邓向楚林,楚姐姐,你太狠心了,啊,啊。 他说着又惨叫,连绵不觉得惨叫。 法空摇摇头,懒得多说,曲之间对他的求饶充耳不闻,神色肃穆的站在他身后,双掌在他后被拍击。 他双掌被融合白光包围,手掌隔着徐青罗的衣衫有五寸,只是让白光接触他身体。 他觉得又酸又长又酥又麻,各种奇异的滋味交杂在一起,是一种独特的说不出来的滋味,只恨不得直接昏迷过去。 时间慢慢流逝,他觉得度日如年,一会儿功夫好像过了一个时辰,楚林他们却觉得时间太快了,曲之间双掌收回,朦朦白光也收敛回双掌,满意的点点头,今天可以了。 吃薄,还要几次啊,曲青罗声音已经嘶哑,带着颗粒感,有了雌性。 曲之间沉吟一下,微笑道,再来三次就差不多成了。 三次啊,曲青罗心有余悸,曲师姐,先前谁说绝不惨叫的。 周扬道,曲青罗白他一眼,冲许之间笑道,多谢师伯。 曲之间摆摆手,法空笑道,许兄辛苦了,该我们啦。 好,曲之间精神一阵,对于现在的他而言,帮人助击只是小菜一碟,远比当初帮周扬周语助击轻松得多。 他真正感兴趣的还是法空的武功,知道法空经过一次奇遇大典之后,修为大进,想看看法空的修为到底增强到什么程度。 他双拳开始慢慢浮现白光,白光越来越强,变成了两颗白光球,小心了,我会施展全力。 曲之间说着话猛的一拳,右拳化为一道流光。 如流星划过天空,一闪极致,法空袖中飞出一柄剑,剑身轻亮如一红秋水,剑间换为一团白光迎上了许之间拳头。 丁,清明声中,曲之间与法空同时后退一步。剑身越发轻亮,曲之间的拳头的白光也越发坚明。 再来,曲之间喝道,再次出拳,丁丁丁丁,密集的清明声中,法空的剑越来越快,曲之间的拳头也越来越快。 到后来,只见一片青光与一片白光撞击,看不清楚他们的剑与拳。 楚灵四人瞪大眼睛,他们先前觉得自己的修为虽然差一点,但招式精妙,也足够的快。 毕竟他们一直凑在一起切磋,招式越来越精妙,也越来越快。 可看到了这一幕,他们莫名的有些丧气,差距不是一星半点而,法空挑选在塔园比试,就是为了打击一下他们的气焰,免得他们总觉得自己已经狠行了,只差境界了。 就为境界是需要时间积累的,所以没必要太着急。 他们三个隐隐约约有懈怠之意,法空说一句,徐青罗与楚灵有时去等着。 所以他懒得多说,还是要用行动来镇住他们。 看他们的神情,他知道凑笑了,法空剑上的剑光骤然消失,瞬间一剑刺中许至肩肩膀。 刺破了他衣衫,刺穿了护身钢器,刺进了白光中,再拔出来时,剑肩已经沾血。 这一剑如何,法空轻轻一抖,鲜血飞出去,剑身恢复清亮。 曲至肩缓缓点头,在大光明深的运转下,这点皮肉之伤眨眼功夫就能恢复如初,不必理会。 他细细体会,知道法空在让着自己。 剑肩上传来的澎湃力量,佩然莫能欲知如面对滔滔巨浪,莫名泛起渺小之感。 他感慨道,你果然强了很多,法空微笑点头,自己修为不是强了一点,是暴涨一大截,现在的许致坚远不是自己对手了。 如果拿出全部的力量,许致坚恐怕两招都坚持不住,纯粹的力量就能压制他。 法空道,刚才那一剑体会到了吧,很诡异,我施展的只得其五六成功力,未掌握神髓,如果真是幽名宗的剑客, 威力强一倍。速度更快,不仅是速度更快,还有角度更刁钻,节奏也更玄妙,必无可避,更重要的是,建议,建议会让你反应迟钝。 曲之间脸色肃然,幽名宗,楚灵道,法空扭头看向他。 楚灵道,和尚,你刚才是说幽名宗吧? 法空点头,大云幽名宗,楚灵道,我听父皇说过,要进宫供奉重点防御幽名宗。 楚姐姐,徐青罗惊奇地问,难道他们还要刺杀皇上? 楚灵道,他们胆子很大的,无法无天,不可能成功吧,好像有一次摸到父皇身边,结果被父皇重伤,逃走了。 徐青罗好奇地道,那皇上就没报复吗?找到幽名宗在哪里了吗? 他知道法空关心什么,当然不是关心皇帝的死活,而是关心幽名宗。 幽名宗在哪里是重中之重?楚灵摇头,找不到,他们很神秘,只能不了了之,而且还要提防他们报复。 怪不得胆子这么大那,徐青罗好奇地道,倒是想见识一下,楚灵哼道, 你真要见识到了,就没命了。 法空出现在杏花雾的一座小亭里,浩渺的湖水在正午的阳光映照下清澈明亮,波光淋淋。 小亭里正坐着独孤夏晴,独孤夏晴依袭白衣如雪,懒洋洋地拿着一本书,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明亮的眼睛时和时闭。 虽然周围风景疑人,可是久住无风景,他已经看腻了,见怪不怪,只是因为这里通风好,能提神,最适宜读书。 他正打着瞌睡,忽然精神一震,扭头看去。 法空逆袭紫巾袈衫,已经站在他对面。 看见,法空袖中忽然出现轻亮长剑,一剑刺出,正是那一记幽名剑法。 第432章线索,丁,独孤夏晴袖中钻出长剑,一剑点中法空的剑尖。 平地起风雷,乌乌狂风呼啸中,两人同时倒飞出小亭,落向湖水。 法空脚尖在空中一点,如有无形之物为借力点,重新落回小亭里。 独孤夏晴在空中一折,旋转着落到了小亭里。 再来,法空又一剑刺出,仍旧是幽名宗的剑法。 这一剑便是他依照幽名剑法所自创的剑法,依照幽名宗的路子所创。 这一剑的威力不逊色于刚才那一剑。 丁,独孤夏晴见光照亮,与法空的剑尖相交之后,寻息而去。 丁丁丁丁,两人在小亭里变幻身形,辗转藤挪,见光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 一口气过了一百多招,方才罢首。 独孤夏晴疑惑地看向法空,法空笑道,独孤姑娘不认得我了。 独孤夏晴不断点头,换了这么一身袈裟,确实不一样了,确实有高僧风范。 法空和十一里,阿弥陀佛,这样更有高僧风范了。 独孤夏晴笑道,法空笑着坐到桌边,两人的动作虽快,招式激烈,净风呼啸,却没破坏桌上的一切。 茶炉仍旧在鼓鼓冒着白气,独孤夏晴给法空漆了一盏茶,大师在神经照了一场大雪,大雪下了三天三夜,雪带神经。 云经有不少人议论呢,说大师是佛陀将士。 法空淡然地清楚查明,这种虚名对于大前百姓有用,对大云与大勇是没用的,得了绝症总不可能到神经找自己。 所以注定不是自己的信众,也不必在意。 大师刚才施展的是幽明宗的剑法吧? 独孤姑娘果然知道幽明剑法,可了解幽明宗。 不了解幽明宗,但见过幽明剑法。 独孤夏晴道,我也受过幽明宗高手的刺杀。 为何要刺杀你? 谁知道呢? 独孤夏晴摇头,都说他们杀人不管理由,只看心情,想杀便杀。 幽明宗的剑法确实是一绝。 法空道,你的幽明剑法与真正的幽明剑法是不同的。 独孤夏晴道,是大师你自创的吧? 法空点头,独孤夏晴对剑法有极高天赋,一眼便看破自己的幽明剑法只得其行为得其水。 独孤夏晴秀中常剑再次钻出,无声无息刺制。 法空挥剑荡开,独孤夏晴再次,角度刁钻其意,意料之外的变化,防不胜防。 法空挥剑再荡开,叮叮叮叮,独孤夏晴一口气刺出十二剑,长剑再次钻回秀中消失不见。 笑道,这才是真正的幽明剑法。 法空若有所思,他在未来的场景里只看到一剑,通过揣摩这一剑来推演幽明剑法的精髓,不能得其水。 剑在十二剑下来,他对幽明剑法的感悟顿时不同。 独孤夏晴道,他们应该有独特的密法催动,让剑更快,至少比我快一倍。 尽管快一倍,自己能挡得住,那法空就能挡得住。 法空汉手,独孤夏晴笑道,再来一剑,他剑尖瞬间刺至法空胸口,这一剑太快,法空避不开,便屈指轻弹。 钉,长剑飞出去,剑尖道转,试。 刺进小亭横梁上,横梁上会着一朵朵杏花,长剑恰好扎进一朵杏花中心。 剑碎剧烈颤动,独孤夏晴惊奇地看法空,法空也惊奇地看独孤夏晴,法空大师你修为大长,独孤姑娘你这一剑,两人几乎同时说话。 嘴挤两人笑了,独孤夏晴好奇地看法空,上一次自己还能刺破金刚不坏神弓,力量也没这么强横霸道,现在彻底地压制自己了。 法空觉得独孤夏晴这一剑的威力比自己未来所见的那一剑更强几分。 曲之间如果碰上这样的剑法,即使自己帮他卫招,他也是避不开的。 这一剑是我用自己的秘法所催动。 独孤夏晴道,威力够强吧,金出于蓝更胜于蓝。 法空道,独孤夏晴笑容满面,这句话如果是别人所说,他没什么感觉,听过这样的夸奖太多。 可法空与他旗鼓相当,剑法相仿,又极为投契,由他嘴里说出这话,便格外的不同,听得独孤夏晴满心喜悦。 独孤夏晴道,大师你想对付幽明宗,劝你惜了这心思,此话怎讲,幽明宗得罪了太多人,可现在还不是好好的。 独孤夏晴道,想灭他们的人太多,恐怕大云几乎所有高手都想灭了他们。 我不相信世间真有天衣无缝,法空摇头道,那刺杀独孤姑娘你的剑客呢? 独孤夏晴摇头,我当初的剑法还没成,勉强在他剑下逃得性命。 他没再来,独孤夏晴醋眉,我一直在戒备着,可并没有再来。 这一点是他颇为不解的,差点儿就解决了自己,却没有继续追杀自己,怎么看都觉得古怪。 法空沉吟,要不然,我帮你看看吧。 怎么看,你也知道我有些神通,天眼通,独孤夏晴好奇地道,大师你真有天眼通不成。 法空微笑,独孤夏晴道,我正想见识一下天眼通,只听闻过这天眼通,却从没亲身领教过。 上一次法空离开之后,他常常想到与法空相处的情形,有些懊恼没领教一下法空的天眼通。 可以看到未来啊,太神奇了,法空双眼忽然变得深邃,独孤夏晴脸色微变,顿时锋利的气势冲天而起,宛如一柄宝剑直刺天穷。 这是他的建议所宁,是受到天眼通关照之后,身体自身的反应,法空眼中的深邃退去,恢复平常的清澈,摇摇头。 怎么样?独孤夏晴盲问,法空道,如果不出意外,至少一年之内,幽冥宗是没人来刺杀你的。 这个幽冥宗,莫名其妙,随心而动就是如此了,杀你没有理由,不杀你也没有理由,可能是已经忘了你。 法空暗自摇头,说来说去,还是要靠刺杀许之间的那个幽冥宗高手,他才是真正的突破口。 从独孤夏晴这里是没希望的,对了,我听到一个消息,嗯,据说大前魔宗六道的残天道少主李英正在大云,正朝着云惊而来。 这消息传出来了,看来大师你是知道的,独孤夏晴清亮眼眸紧盯着他,你认得这位李少主吧? 不仅认得,还有些交情,法空汉手,据说他的剑法惊人,无人能挡,至今未尝一拜。 独孤夏晴好奇道,他在大前也这般厉害。 他是后继勃发,最近才真正误得剑法针髓,所以他要由剑大云,是剑大云各方高手。 差不多吧,真够气魄,独孤夏晴感慨道,我便没这气魄,自己剑法大成,已经到了尽无可尽的境地,如果不是碰上法空大师,恐怕猎一年也没什么太大进步。 最好的办法是寻找刺激,寻找不同的对手,可自己却从没有过游剑大前或者大勇的想法。 讲都不敢想,又怎么会去做呢? 法空笑着摇头,他并不是主动想是剑大云,也是被逼无奈,在大前待不下去了。 为何,这涉及到势力斗争,很复杂。 法空道,总之,他也是被逼无奈只能远离大前,可惜还是泄露了形藏。 我还以为他故意弄得天下皆知,闯出名声呢。 不至于如此狂妄,正为李少主的剑法如何? 独孤夏晴心智勃勃地问,比我的剑法如何? 奸前是不如你的,现在吗? 法空摇头,有一阵子没剑,不敢说。 李英的剑法静静是惊人的,他剑法天赋卓绝,不能以常理推测。 如果一直坚持不懈,有可能直接跨入大宗师。 李英探入大宗师有一个特天独厚的条件,便是对大宗师没有敬畏感。 对大宗师的敬畏感是最大的障碍,李英已然破除,进入大宗师一定比常人顺利。 独孤夏晴感慨道,真想与正为李少主认识认识,切磋几招。 会有机会的,法空笑道,带他到了云津,你们会见面的。 他若到了云津,我一定会拜访他。 好,那我便告辞。 法空何时? 哦,对了。 独孤夏晴忽然一拍额头,我想起一件事。 法空看向他,独孤夏晴道,我这里有一件那幽名宗高手的东西。 法空露出笑容,独孤夏晴笑道,看来对你有用,等一下,我去拿来。 他轻盈飘出小亭,在战桥上清点一下,便飘入了岛内,钻进树林里不见踪影。 法空没用心眼观照他,拿起他刚才翻阅的书,却是一本游记。 独孤夏晴极为敏锐,有可能会发觉心眼的观照,便会起戒备心。 戒备心意起,便见不到真心。 这个朋友也就差不多到头了。 他目前为止很想与独孤夏晴这个赤子纯心之人相交,生命中如果没有这些朋友,会很无趣。 过了一会儿,独孤夏晴飘然回到小亭,伸手递给他一枚小黑色木剑。 这便是那人落下的,独孤夏晴道,不知对大师你有没有用,法空缓缓伸手,结果这小木剑,只有巴掌长短,质地坚硬如铁。 他凝神感应,露出一丝笑容。 独孤夏晴看他微笑,固有也笑了。 第433章锁定,待法空一睁开眼,独孤夏晴便问,是不是找到线索了? 法空慢慢点头,独孤夏晴眸子一亮,难道找到那刺客了? 找到了,法空缓缓点头。 独孤夏晴惊奇地看他,法空笑道,怎么? 他们如果这么容易找到,早就被找到了。 独孤夏晴道,不会弄错了吧? 法空失笑,独孤夏晴半信半疑。 他知道法空是神僧,可并没亲眼见识过他的神通。 天眼通刚才是见识过了,可并没有得到验证,所以仍半信半疑。 身为他这般意志纯粹坚明的人物,不会轻易信任,更相信自己的判断。 法空道,这位刺客离你可不远。 嗯,不如我们去见一见。 法空道,难道就在云金? 不错,那去看看,独孤夏晴极敏嘴唇。 上一次刺杀,如果不是自己用了秘术,如果不是自己命大,真要被他所杀。 他当时重伤垂微,有了灵丹才侥幸活下来。 有机会报这个仇,怎么可能放过。 走吧,两人飘出了小亭,落到一条小船上。 小船无人摇鲁,宛如离闲之箭射出去,速度越来越快。 到了后来便是船不沉水,贴着湖水击掠。 法空与独孤夏晴并肩站在船头,进风之下,袈裟裂,雪白罗衫款款。 独孤夏晴侵略过并边的几缕秀发,笑道, 大师,你是如何照下大雪的。 法空道,佛咒而已,没什么稀奇的。 佛咒的威力真有这么大,那要看什么样的佛咒了。 法空道,一般的佛咒威力寻常,大院咒那就不同,众生怨力多少,决定了大院咒的威力多大。 他摇摇头,神经大汗,众生皆苦,纷纷生出大院, 渴望于谁以解干汗,我不过是顺势而为。 佛咒真有这般妙用,独孤夏晴惋惜的摇摇头,大云与大前大勇不同,信奉的是常生天,信的是神灵,而不是佛法。 法空双手结印,一道清心咒,独孤夏晴感受到穷将落入脑海,脑海清澈,思维灵动如神,身体轻盈如雨。 他惊奇地看向法空,法空微笑,清心咒,随即又结了一道回春咒,独孤夏晴赞叹,脚船即使半个时辰,来到了岸边,岸边是一棵棵柳树,正垂下万千柳条。 金风一浮,柳条浮动,婆娑生姿,独孤夏晴衣扶罗秀,揽绳如蛇般飞出去,绕着一颗歪脖子柳树转一圈。 两人飘下小船,落到堤上,正舞的湖堤上有不少行人,正悠然欣赏着湖景,看到两人飘飘而来,只是看一眼而已。 大云的舞者占比远胜大前,几乎人人练舞,对于舞者是若平常人。 在大云,没练武功的反而让人觉得不正常。 要进城吗?在城里,这家伙胆子够大的,独孤夏晴轻轻摇头,要知道,不仅仅是我在追查,有太多人在追查幽明宗高手。 法空道,举世皆敌,独孤夏晴点点头,偏偏还能安然无恙,还真是不得不让人佩服,更重要的是,他还敢留在云津,要真被发现,他想逃都逃不掉吧。 既然敢留在云津,想必是有脱身之法的。 法空道,我们就看看吧。 两人下了柳堤往东城门而去,进城之后,喧嚣之气扑面而来。 宽阔的大街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来往行人多数是绸缎凌罗,神态悠然自得,这个时候还能在大街上闲逛的,都是不愁吃不愁穿的闲人,要赚钱的都在各处干活呢,没有闲工夫完。 法空看得出云津的妇人太多,远比神经的妇人更多,既是好事也不是好事。 他随即抛开着心思,带着独孤夏晴钻进了人群,宛如鱼儿进入河流之中。 独孤夏晴依袭白山如雪,他紫巾袋飘飘,两人走在一起颇引人注目。 不过独孤夏晴相貌平平,他也是相貌平常,所以人们又很快转开目光,觉得没什么可看的。 法空走了白明远忽然停住,往右一拐进入一条小巷,走出小巷的时候,再次往左一拐,进入另一条川流不息的大道上。 独孤夏晴感觉到了异样,他的位置在挪动。 法空若有所思,忽然笑起来,独孤夏晴疑惑看他,法空摇头道,终于知道他们为何一直没被发现,一直能逍遥至今的缘故了。 什么缘故,他们能感应到危险,提前避开。 法空道,大师你是说,他感应到了我们的靠近,所以也在远离我们两个。 正是,独孤夏晴粗微想了想,点点头,有这种精微的感应能力并不是不能接受,至少比法空的佛咒更容易接受。 既然见识过了佛咒,当然也可以相信有这种精微感应。 那我们还逮不到他了,独孤夏晴哼道,甚至连看都看不到他。 这有点像大宗师的感应了,法空笑道,大师可有办法,法空秀中华出一枚白玉佩,递给独孤夏晴,拿着这个,差不多就能行了。 独孤夏晴接过来,好奇地打量一番,看不出有什么玄妙。 法空道,遮掩气息之用,看看能不能行吧,我们继续追。 独孤夏晴笑着收入秀中,与法空并肩走在川流不息的大道上,周围商铺林里,卖各种各样的东西。 平常的时候,独孤夏晴自己一人过来闲逛,觉得很有趣,能一个人逛上一整天都不觉得无聊,不觉得累。 今天却没了闲心,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那刺客,偶尔还会做噩梦,梦到这个刺客,如果能把他打败,心念就能彻底通达,剑法也会更上一层楼。 法空带着独孤夏晴来一座酒楼,飞鹤楼。 正午时分,正式吃饭的时候,飞鹤楼上,划拳声,叫骂声,反驳声,说笑声,各种各样的大笑大叫杂揉在一起,喧闹更胜过外面大街。 两人慢慢进入酒楼,喧闹声与韭菜香气混杂在一起,朝着他们两个涌来。 独孤夏晴醋了醋修长的眉毛,这飞鹤楼听着名字泼雅,其实是一处中等的酒楼,大众普通消费,所以甭想有那种大酒楼的幽静与雅致。 他幽静惯了,很不习惯这样的吵闹,迫不及待想离开。 可为了找到那个刺客,只能委屈一下自己,适应一下这里。 法空来到一张桌边,坐下来招呼小二,要了几样招牌菜还有一壶酒。 看到那个人了吗?法空笑问独孤夏晴,独孤夏晴摇头,他进来的时候,迅速扫了一眼酒楼各个宾客,没发现自己要找的那个。 那个穿绿袍的,法空道,坐在窗边,独孤夏晴转头,坦然扫是四周,轻声点点头,看到了,不是他吧? 便是他了,法空道,容貌变化而已,应该是练了某种易容之术,能一直不被人找到,会易容之术也不难理解。 真是他,独孤夏晴醋眉,他细细感应,却一点反应不到,整个人的气息完全不同了,再加上容貌不同,即使对面也认不出来。 万一弄错了的话,法空笑了笑,是不是,试一试便知道了,现在不急,我们先吃了饭再说。 行,饭菜上得很快,两人吃了半饱,没吃太饱是怕待会动手的时候反应会变慢。 可那个绿袍中年独自一人,却是悠然自在地慢慢吃,细嚼慢咽,不时还喝一杯酒,消磨着时间。 绿袍中年看上去不过是一个穷困潦倒失忆之人,寄情于酒,再无其他,让人鄙夷。 所以也不会有太多人去注意到他,法空语与独孤下情也一边说着闲话一边吃饭,可最终还是不如这绿袍中年慢。 他们起身离开,两人出了飞鹤楼,到楼旁的一间茶馆,坐在街边的木桌旁,要了两碗茶慢慢品尝。 半个时辰之后,两人喝下了足足四大碗茶,才见到那绿袍中年慢慢悠悠下楼,摇摇晃晃往西走,喝得醉醺醺的。 法空制止了独孤下情,不让他动。 独孤下情看着那绿袍中年慢慢融入人流,消失不见影子,疑惑地看向他。 法空道,他很警觉,一旦发现我们跟着,就会一直在人多的地方转悠,我们没有动手的机会。 也对,独孤下情点头,一刻钟后,法空起身,可以了。 两人沿着大街往西一直出了西城门,来到一处树林外,堵到了那绿袍中年跟前。 他腰间别着一把斧头,腰间缠着几圈绳子,一幅乔夫的打扮。 他正要继树林,便看到了法空与独孤下情。 独孤下情轻哼一声,幽冥宗的,还记得五年前的刺杀吗? 绿袍中年皱了皱眉,抽出斧头指着他们,你们想干什么? 打架结社就找错了人,我一块银子也没有,只有两个铜板。 法空微笑看着他,独孤下情半信半疑,动作却不犹豫,秀中长剑轻盈钻出来,朝着绿袍中年刺出。 叮叮叮叮,斧头挡住了这又快又灵的剑法。 独孤下情的剑又快又狠,招招致命,由不得他再装下去,否则真要没命。 看到笨重的斧头竟然挡得住自己的剑,独孤下情再无怀疑。 剑光顿胜,青光猛照了绿袍中年。 诗,寒光一闪,独孤下情疏的后退,左手捂右肩,惊奇地看着绿袍中年。 绿袍中年右手提着一柄乌黑长剑,缓缓挺直身体,气势大变。 宛如一只猛虎苏醒过来,孙然遇世人。 第434章写信,独孤下情退惊奇地打亮着他,你容貌真变化了。 绿袍中年淡淡道,你是那个独孤家五剑的。 现在的我才是真面目,你先前见到的是假的。 果然是你,独孤下情哼一声,他刚才中剑的时候便知道他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 尽管自己已经琢磨过很多次他的剑法,可真正交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还是没能尽亏其妙。 他剑法比从前强了一倍有余,不仅仅是速度更快,还更有欺骗性。 绿袍中年气势变化,如换一个人,先前的潦倒与落魄全部消失,唯有淡漠与孤傲,留你一命。 你却还要跑过来送死,这便怨不得我了。 等一下,独孤下情道,绿袍中年轻轻一抖长剑,长剑漆黑无光泽,便如法空先前见到的那柄小黑木剑,只是剑身变长变宽。 有什么遗言要交代,绿袍中年淡淡道,我可以帮你传道信花物。 到底为什么要杀我,独孤下情道,总有一个理由吧,不会无缘无故的下杀手吧。 理由,金袍中年沉思,他在回想,自己当初为什么想杀这个小丫头来着,是因为他的剑舞的不成样子,丢人现眼。 还是因为让自己失望了,原本看他的剑舞,还以为是一个绝色美人,结果却是一个姿色平庸的女人,大失所望。 还是因为他眼中对自己的漠视,还是因为他轻烈如冷泉,不沾一丝世俗的气质。 自己杀人太多,每次杀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理由,有些理由是自己面头一起,随机涌现,把人杀掉之后,面头也一下灭掉,再难记起来。 独孤下情哼道,我可是得罪了你,我从没杀人,不可能有仇的。 他的剑只是用来舞蹈,从没杀过人。 球,绿袍中年笑了笑,摇摇头,有各种各样的仇,不一定非是杀人之仇。 还有什么仇,党人才怒如杀人父母,无意之中羞辱了对方,无意中得罪了对方,这些都是仇。 独孤下情不耐烦,那你说,我跟你有什么仇。 我杀人,从来不为了报仇。 绿袍中年淡淡道,别人也没机会跟我结仇。 没等结仇,人已经死了,人死恩怨消,怎能算结仇,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独孤下情哼道,你不会自己已经忘了吧? 不错,忘了,绿袍中年淡漠的一笑,杀个人而已,还要想着杀人的理由。 太累,你果然该死。 独孤下情冷冷道,他没想到世间还有如此冷血残忍之人,杀人根本不需要理由,仗着自己剑法刀身,胡乱杀人。 人人得而诸之,他念头一起,气势再变,原本的锋利之剑一跃发锐利,神光透过双眼直刺向绿袍中年。 绿袍中年似乎毫无所觉,淡漠地看着他,你剑法虽好,却不擅长厮杀,今日必死无疑,再不说疑言便没机会了。 该说疑言的是你,独孤下情冷冷道,受死,他又坚受伤,便把长剑一抛,左手接剑顺势一次,下一刻已然刺到绿袍中年胸前。 这一剑仿佛跨过虚空,从此道比,不需要中间途径,快得超乎想象。 绿袍中年侧身避开,他对危险有惊人的直觉,身体会自动发音,不需要他起念头。 起念头,然后再去驾驭身体,这个过程会耽搁一瞬。 这一瞬便是生死之机,独孤下情哼一声,不闪不避,任由他刺中自己心口,同时一剑横斩。 可绿袍中年的剑刺中他之际,身体一退,剑向前刺,人往后退,人剑分离。 既避开了他横斩,又刺中他心口。 法空摇摇头,劫意施展回春咒,回春咒之下,他顿时虚弱感顿去,跨步再次刺出。 绿袍中年太守要拔回他的剑,他身法古怪,明明往前右侧偏,轻盈而灵动地避开了独孤下情的剑,手已经伸向自己的剑柄,便要拔出。 可当他手艺搭上乌黑长剑的剑柄,忽然将一下,一抹青光闪现在法空袖中,飞出紫巾袈袖,轻飘飘刺进绿袍中年眉心。 绿袍中年将注,露出难以置信神色,法空拔剑后退,独孤下情带着乌黑长剑后退,惊讶地看向绿袍中年。 绿袍中年瞪大眼睛,眼中神光却迅速暗淡直至熄灭。 他扭头看向法空,侥幸,法空露出微笑,他伸手拔出独孤下情胸口的乌黑长剑,带出一盆热血来。 独孤下情闷哼一声,点出树指封住胸口树处穴道,止住汹涌而出的鲜血。 这一眨眼间,雪白罗珊已经染红了一大片。 法空没有理会他的伤,因为知道他心脏是长在右边的,与常人相反。 所以心口中间对他并不致命,法空左手结印,右掌竖起,很快浮现柔和的白光,白光溢满之后射出,照到绿袍中年身上。 绿袍中年很快浮现白光,在头顶扭曲形成一个小光人,平静祥和。 这是,大光明昼,法空盯着这小光人,看着他化为一道白光冲天而去。 法空脑海里已经浮现一颗记忆之珠,悬浮在药师佛像的眉心前。 法空稍一凝神,他被摁进了药师佛像眉心的红智里。 顿时轰蒙巨响,他进入了绿袍中年,幽冥宗公孙元化的人生中,开始经历他的一生。 又年与狼为伍,喝狼奶喝受血吃生肉,稍长败入幽冥宗,修炼幽冥神剑。 然后游戏人间,便利事情,堪破俗事,超脱入幽冥之境,得幽冥之心而踏入大宗师。 最终竟然被一个不起眼的和尚通袭而亡,法空睁开眼睛时,由残留着公孙元化的不甘与愤怒,迅速被药师佛像所镇压,恢复平静如水。 他一睁开眼,便迎上独孤下情轻亮的眼眸。 他正好奇地探究地盯着法空看,法空眼神中的不甘与愤怒让他觉得眼熟,随即看向了直直挺立不倒的绿袍中年。 好像两人的眼神一模一样,很古怪,他观察极为敏锐,法空笑道,我脸上有花不成,刚才那一下,你是怎么暗算他的,他停顿那一下是怎么做到的。 那家伙绝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一定是法空大师所为。 法空笑着截不动山印,施展定身皱。 啊,独孤下情惊奇地叫一声,体会着刚才浩瀚力量加深,让自己一动不能动的感觉。 这是,定身皱,清心皱回春皱,大光明皱定身皱,好神奇的佛皱。 独孤下情摇头笑道,大师你练什么剑法呀,直接一道定身皱下去,还不是任由你宰割。 法空道,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机会施展佛皱的,况且佛皱也没那么容易施展。 独孤下情恍然点头,那倒也是,毕竟是外力,还是自己练成的剑法更可靠。 法空深以为然,独孤下情看向这绿袍中年,幽明宗的剑法,当真是厉害,比想象的更厉害。 法空道,先埋了他,用了大光明皱,应该能抹去我们的气息,即使这样,可能幽明宗还会找上来。 你是替我受过了,独孤下情轻轻摇头,一想便知道,幽明宗要杀也是杀法空。 自己没在他身上留下气息,一剑也没能刺中他。 是法空一剑刺死了他,法空笑笑,我也很好奇幽明宗到底会怎么报复,也想会一会这些是人命如草芥的剑客。 从公孙元化记忆中知晓,幽明宗与黄泉谷确实同出一脉,原本是黄泉幽明宗,上古魔宗分支之一。 而大前的魔宗也是上古魔宗分支之一。 黄泉幽明宗有两大核心,一是独,二是剑。 后来分裂成黄泉谷与幽明宗,黄泉谷离开大云,在大永扎根,而幽明宗则流于大云。 法空的心情沉塑,远不是他表现得那么平静。 法公孙元化草草埋在这树林深处,立了一个石碑,两人便直接分别。 法空下一刻回到了金刚寺外院,他坐到桌边,林飞扬过来奉上查明,住持,老许刚刚又被叫走了, 感觉那边出事了。 法空目光忽然深邃,轻轻一扫,看到了光明圣教别院的许志坚。 许志坚正一脸阴沉,丑脸带着愤怒,冷冷瞪着眼前的两个老者。 两老者低头垂目,脸色战红,法空摇头笑笑,收回目光, 没有多管闲事的去打听。 刺杀许志坚的便是公孙元化,现在杀掉公孙元化,许志坚的危险应该已经解除。 他目光落到塔园,请殿下过来吧。 是,林飞扬答应一声,片刻后,楚林轻盈地来到他院里, 大咧咧坐到桌边,邪逆着他不说话。 法空笑着摇头,还在跟自己冷战呢,说话呀,楚林做了片刻, 看他低头沉思没有说话的意思,顿时忍耐不住。 法空扬声道,笔墨,是,林飞扬迅速带来笔墨指摇, 手形成一团影子,眨眼间将墨演好,迅速铺好指尖,双手呈上笔。 法空提笔写了几个字,吹了吹,然后装到信封里,递给楚林,不要打开看。 谁稀喊看,给谁呀,皇上,楚林惊奇地道,竟然是给父皇的, 你竟然写信给父皇,法空缓缓道,事关重大,越快越好。 请吧,我现在便回去给父皇。 楚林轻量地演播在他脸上转了转,最终什么也没问, 把信尖塞入饱满胸口,转身轻盈离开。 第435章送信,楚林出了金刚寺外院,直接往皇宫而去。 他周围跟了数人,或者紫袍面白无虚,或者轻袍磊落,有男有女,有劳有少。 他们都停留在金刚寺外院大门外等后,带楚林出来, 马上形成了严密的保护圈。 楚林为了不让他们为难,便避开繁华热闹的朱雀大道,从小巷里走。 他也并没有多想逛朱雀大道,朱雀大道一个人逛起来没什么意思, 与徐轻罗他们一起的时候才真正有趣。 他轻盈地穿过两条小巷,到了一条宽阔大道。 这条大道以白玉铺地,宽有石杖,一尘不染, 每隔百米便有一个内饰洒扫。 空空荡荡,平坦光洁。 这条大道便是皇帝专门的大道,名为玉街。 外人不准行走,楚林却不管这个,踩在光洁的玉道上, 体会着白玉的光滑而柔韧,心情雀跃。 顾尉们无奈摇头,却没办法阻止,谁让他受宠呢? 要是换一个人,可没这般胆气,赶走皇上的玉道。 楚林沿着玉道一路畅通无阻,来到进宫, 静止来到安太宫,冲着一个年轻伶俐的小内侍招招手。 脚内侍一身紫袍,抄着袖子站在安太宫十八个台阶下, 看到楚林过来,忙迎上去。 周安,父皇在做什么呢? 见过十五公主殿下,周安忙躬身行礼, 压低声音道,正跟端王殿下说话呢。 连有外人,是,刚才其他几位王爷都出去了, 那行,我过去看看。 楚林摆摆玉手,静止往里走, 周安忙跟上去,亦不亦去,公主殿下, 要不,微臣进去禀报一下吧。 楚林忽然停住,想了想,转身往回走。 周安一正,忙又跟过去, 楚林看他一眼道,我去母后那边, 父皇见过二哥之后,让他过来一趟。 是,周安无奈地答应, 微臣会禀报皇上, 楚林摆摆玉手,朝皇后那边而去。 皇后正在他的宫里开辟菜谱, 他穿一身朴素的衣衫,粉袋掠湿, 不依金钗。 不过他天生丽质, 即使不依金钗也难掩其美貌与高贵雍容, 与寻常的农妇不同。 母后, 这是, 你不是说自己种的菜更好吃吗? 我便试试开两块菜谱。 母后, 现在可是冬天呀, 你不是说金刚寺外院的菜谱照样生长吗? 他们那是用水浇灌, 当然不一样啦。 我们也用神水, 这般奢侈, 把神水稀释一番, 每天省下一两杯, 应该也有效果的。 皇后笑道, 顶多不成便是, 也无所谓, 闲着也是闲着。 那道也是, 楚林点点头, 比起闲着无聊, 种菜确实更有趣一些。 你今天怎回来得这么早? 皇后起身出了菜谱, 接过踩一公女地上的毛巾, 轻视着额头的汗珠,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你舍得这么早回来。 往常时候, 她都是不到天黑不回宫, 好像逼不得已才回来一般, 吃个晚膳还要等着她。 找父皇有事呢, 楚林挽起皇后胳膊, 来到小亭里, 亲自欺茶地给她。 皇后接过来, 轻磋一口, 大师还不肯见我们。 嗯, 不肯, 楚林摇头, 我磨破嘴皮子了也没用, 就是不答应。 那别再勉强了, 皇后道, 你九哥临走的时候, 还是叮嘱让你少去金刚寺外院。 九哥就是嫌操心, 楚林恼怒, 他何时回来? 他是关心你吗? 皇后笑道, 说是回去看看, 马上便回来一趟。 两人又说了一些话, 皇后很快喜笑颜开, 楚林机灵活泼, 跟他说几句话就不由的心情变好, 轻松愉悦。 他们刚喝完一盏茶, 皇帝楚雄便龙行虎步而来。 父皇, 楚林轻盈地跃出小亭, 落到楚雄身前, 挽起他胳膊。 楚雄身形魁梧壮硕, 一张国字脸白心温润, 荧光隐隐流转, 双眼如寒星, 气度不怒自威。 不过他这相貌走大街上, 不过略引人注目, 很难想象会是一国之君, 大前的皇帝。 他神色素然, 一看到楚林, 冷烈地双眼顿时蕴含了笑意, 陈素的脸旁变得笑呵呵的。 他静止走进小亭, 皇后起身相迎, 笑道, 难得这丫头早早回来。 是难得, 楚雄坐下来, 接过皇后地上的茶盏, 轻戳一口, 还让周安传消息, 怎么, 可有什么军国大事。 楚零嘻嘻笑着从怀里掏出那封信, 递给楚雄, 父皇, 这是法空和尚让我送给父皇你的。 楚雄一正, 法空, 是, 楚零点点头, 还郑重其事地跟我说, 不得让我偷看, 不过我看他没写几个字。 楚雄沉吟一下, 皇后轻声道, 皇上, 不打开看看吗? 楚雄摇头, 法空应该知道规矩的, 没想到先破了这规矩。 什么规矩呀? 楚零好奇得到, 给父皇你写信便是破了规矩。 嗯, 算是打破了默契吧? 楚雄点头, 不过看看他写的是什么也好, 想必不是寻常之事。 他对法空的神通有忌惮, 法空可以存在, 却不能出现在他跟前。 这是他定下的规矩, 包括法空不能参与到皇家之事, 不能掺和到国家大事, 也不能与他联系。 现在法空率先打破了默契与规矩, 想必是有重要之事。 他撕开信封, 抽出信尖展开, 看到了上面的几个字, 脸色微微一沉。 楚零虽然受宠, 平时也大咧咧的, 不守规矩, 可在这个时候却很守规矩, 绝不干涉朝政, 不管朝廷的事。 他没有偷看, 只是盯着皇帝的脸看。 皇后也是一样, 两人看他的脸色, 显然不是寻常之事。 身为皇帝, 见多了起伏与兴衰, 已经麻木了, 一颗心也变得沉稳, 轻易不会变脸色。 楚零小心翼翼地看着他, 父皇, 难道他在心里骂你了? 楚雄摇头, 你这丫头, 脑子都想什么呢? 这都想得出来。 楚零笑嘻嘻地道, 那到底出什么事了? 有什么大事发生, 我们不能知道吧? 嗯, 你们不知道也好。 楚雄道, 皇后轻声道, 法空大师是个知道分寸的, 如果不是十分紧急重要之事, 是不会写信给皇上你的, 是不是? 是, 楚雄慢慢点头, 哎呀, 父皇你不说便算了, 我先去玩了。 楚零起身便要走, 楚雄道, 你真不好奇, 父皇你又不说, 和尚他也不说, 我好奇有什么用。 楚零道, 我还要继续练功呢, 练功, 楚雄轻轻点头, 练功是不错的, 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输于练功, 你这阵子确实没偷懒。 父皇你是不是以为我打着练功的幌子瞎胡闹呢? 楚零得意地道, 没想到我真是练功吧? 楚雄露出笑容, 他跟楚零说几句话, 心情便轻松下来, 不负先前的沉重与压抑。 楚零道, 这没办法, 我即使贪玩, 可经罗他们个个都是练功疯子, 我只能跟着一块练了。 嗯, 那去吧。 楚雄道, 楚零脸任一礼, 冲皇后笑笑, 母后, 今晚我吃过晚膳后再回来, 不用等我啦, 林飞扬的厨艺越来越厉害啦, 比宫里的御厨还厉害。 你这丫头, 皇后称道, 不准在外面吃晚膳, 一定得回来吃。 行吧, 楚零无奈答应, 她看母后神色坚决, 便答应了, 待楚零轻盈地离开, 皇后看向楚雄, 楚雄摆摆手, 周围的宫女与内侍们顿时纷纷退下去, 店外只有楚雄与皇后坐在小亭里, 整个宫殿一下变得空空荡荡, 冷冷清清, 这么大的宫殿, 人少真不适合, 楚雄将那封信尖递给皇后, 你看看吧。 皇后郑重地接过来, 看过那几个字后, 脸色微微一变, 远戴斑眉毛一下促起, 皇上, 这, 我也不相信。 楚雄叹道, 也不愿相信, 绿衣外思雨前龙卫都没打听到这消息吧。 皇后轻声道, 楚雄缓缓摇头, 那秦供奉那礼, 皇后迟疑, 今天间的老尖主秦千里是进宫供奉, 这些年来一直没放弃青天间的心法修炼, 而且火候越发惊深了。 她能观天香而知未来凶急, 她没对朕说过这事, 我听灵儿说, 法空大师的神通过人, 皇后柔声道, 我跟母后一直好奇不已, 想要亲自领教一二, 看看到底是夸大虚传, 还是真有其事, 神通毕竟是传说, 皇上你也对神通半信半疑吧。 楚雄摇头, 皇后看她如此, 知道还是不同意自己见法空大师, 柔声道, 律衣外思与前龙卫都没发现, 秦供奉也没发现, 那法空大师是不是通过神通看到的? 天眼通, 谁知道呢? 楚雄不知可否, 皇后道, 不过法空大师沉稳异常, 行事以稳为主, 奉儿你觉得法空大师所说不假? 法空大师为何要骗皇上你呢? 百害无疑力吧? 皇后轻声道, 除非她弄错了, 不过, 她轻轻摇头, 大师她是一个穷吻之人, 恐怕这种是没有把握的话, 不会轻易说出来。 是啊, 楚雄常常叹一口气, 抬头看向天空, 天空的阳光明媚, 可她却丝毫没有温暖之感, 看看宫殿顶上的矮矮白雪, 不由地沉默着, 神思渐远。 第436章预驾, 楚零强忍着一枪好奇, 回到了金刚寺外院, 一直来到法空的小院里, 发现法空不在, 去塔园, 发现法空还是不在。 她顿时一肚子好奇转化为称怒, 恨恨道, 青罗, 你师父又去哪里了? 师父神出鬼没, 我可不知道, 瞿青罗正摆出一个奇异的姿势, 这是她正在遵照许之间的教导, 正是筑基的秘法。 这么一个奇异的姿势, 看着简单, 却是有无数的要点与诀窍, 没有足够的资质做不正确。 越是精准, 效果越好, 瞿青罗过目不忘, 而且精神强大, 对身体的操纵细致入微, 将这姿势摆得一丝不差。 她正感受到身体四面八方传来丝丝缕缕的热力, 正在往身体每一寸肌肤与骨骼及骨髓钻。 每钻进去一缕热气, 身体便强健一分, 这种清晰地感受到强健的滋味太过美妙, 让她欲罢不能。 她没说, 没有, 瞿青罗漫不经心地回答, 楚姐姐, 你找师父做什么呀? 没什么, 楚灵哼道, 不是不跟师父说话了吗? 瞿青罗笑咪咪的道, 这才几天呢? 哼, 当然不跟她说话, 楚灵骄傲地一挺胸脯, 伸手去摸徐青罗, 手指拨动着慢慢靠近。 徐青罗盲求饶, 楚灵这才得意地罢手。 此时, 法空正在天津城外的普光寺中, 副手静静地踱步。 她双眼穿过空间, 看到了蒙智正, 负责追杀张艺山与朱尼的那个纯王府副总管蒙智正。 蒙智正一身子袍站在纯王府的门外, 充当了一个护卫。 另外还有三个护卫一起, 人们进出唇王府时, 会偏一眼她, 与她打招呼的喊之又喊, 都是似笑非笑的一瞥, 然后装作没看到她。 有的是觉得跟她打招呼徒增她的尴尬, 还是不打招呼的好。 有的则单纯觉得她已经失事, 很难负起, 还是躲她远一点的好, 免得沾了眉运。 法空看到她的模样, 轻轻点头, 纯王府还真是赏罚分明, 堂堂的副总管之一, 失职之后处分得毫不手软。 想想蒙治政当初何等显赫, 如今何等落魄, 这想必给所有纯王府的人提一个醒。 不用心办事, 大意之下失了职, 这蒙治政便是榜样。 副总管都说撸就撸, 更别说一般人。 法空站在普光寺内静静观察这个蒙治政, 凝神观察蒙治政的内心。 他想看看蒙治政对纯王府有没有怨言, 对纯王有没有怨言, 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二。 最终他摇摇头, 蒙治政心里只有不甘, 对于没能追到凶手的不甘心, 还有隐隐一丝被蒙蔽的恼怒。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大云所为, 可他却隐隐觉得不太对劲, 大云形势可没有这般遮遮掩掩, 往往是堂堂正正, 大开大合, 唯恐天下不知。 这形势之风倒像是大前, 他身为纯王府的副总管之一, 可是知道黄泉谷当初做的事不仅仅是去大云, 还去了两次大前。 虽然没能让大前受损失, 反而损失了黄泉谷的人。 大前就这么算了, 难道不想着报复黄泉谷? 如果不报复, 黄泉谷有一有二, 便有三有四, 一定不会罢休的。 所以, 大前的嫌疑极大, 可这些怀疑只能闷在肚子里, 没办法跟纯王爷说, 免得纯王爷觉得自己找借口。 纯王爷最恨找借口的人, 法空皱了皱眉头, 他没想到蒙志正有如此敏锐的直觉, 虽然自己遮掩住了气息, 遮掩了他们行踪, 可最终还是没办法瞒过天下所有人, 总有一些聪明之辈, 甚至不需要线索与证据, 便能猜出是大前。 还好, 他们猜不到是自己, 他的目光转向纯王府, 纯王府空空荡荡, 仍没找到纯王, 法空前两次都没看到纯王, 好像纯王一直不在王府一般。 他宁神在看蒙志正, 蒙志正心里正在想着纯王, 想着纯王爷天天在皇宫, 几乎住在皇宫一般, 只有晚上才回王府。 他隐隐担忧, 这么下去可得小心了, 左卫圣机而衰, 半君如半虎, 离皇帝太近不是好事。 法空摇摇头, 他看向大勇皇宫, 忽然隐有所觉, 芒收回眼神, 心中微领。 这一刻竟然感觉到了危险, 自己现在的修为已然到了暴气境巅峰圆满, 再进一步便是两一镜。 金刚不坏神功已经第五层圆满, 离第六层也只差一点, 只要再积累半个月的功德, 就能踏入第六层。 这般强大的自己, 谁能威胁到, 可既然直觉这般告诉自己, 那还是听从直觉的, 目光不要投向大勇武林。 免得惹火烧身, 他想到这里, 身形一闪回到了金刚寺别院, 他乍一回来便发现楚林正坐在桌边品尝着茶明, 悠然自得。 法空失笑, 坐到他对面, 此茶如何? 不如我带来的, 楚林摇头, 法空笑道, 那可未必吧, 这可是大光明风所产的茶, 沐浴大光明之心长大, 不是凡品。 怪不得有净化新神的效果, 楚林点点头, 可惜, 味道不行啊。 法空道, 味道只差了一丁点而已, 那也是差, 楚林哼道, 你给父皇写了什么, 父皇的脸色都变了。 法空摇头, 殿下还是不知道的好, 难道我不能知道, 楚林瞪着他, 殿下想知道, 还是从皇上那边打听吧, 楚林定定瞪着他, 法空笑道, 殿下在心里骂我胆小如鼠吧。 比老鼠大的有限, 楚林哼道, 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难道还是天下大事, 法空缓缓点头, 楚林心痒如猫挠, 越发想知道, 法空道, 不能说便是不能说, 否则皇上会震怒, 如果你真能知道, 皇上岂能不告诉你。 哼, 楚林知道再多说也是徒劳, 疼得起身, 走了。 他转身往外走, 可刚走到外面的放生池边, 正想到池边看看那些乌龟, 脚步忽然停住。 他名眸瞪大, 呆呆看着缓步进来的两人, 当头一人是姓王楚祥, 潇洒磊落, 身边却是大前皇帝楚雄, 楚祥看到他, 皱了皱眉头, 脸色一沉, 小媚, 又跑过来。 傅, 傅, 楚祥迟疑, 扭头左右看一眼, 没发现有相克, 又没发现别的和尚, 忙一跃到了楚雄身边, 低声道, 父皇, 你怎来了? 楚雄一袭紫袍, 面如关玉, 雍龙华贵, 与楚祥走在一起, 不像是父子到像是兄弟。 我过来瞧瞧, 楚雄笑道, 我亲自书写的额扁, 还没亲自过来瞧瞧呢? 这里没什么可看的, 楚零惊奇的道, 不是, 不是不见他吗? 你这丫头, 大惊小怪的, 楚雄道, 我不过是过来看看, 瞧把你吓的。 我吓什么呀? 楚零忙道, 我没害怕, 就是好奇吗? 他明白一定是与那封信有关, 法空和尚写那封信, 难道是请父皇过来相见? 父皇一看到他写的信, 要求自己过来见他, 是不是便生气了, 觉得法空和尚特托大? 要见, 也应该是法空和尚去参见父皇才对。 可是呢, 不是说大事吗? 这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吧? 他轻量眼眸闪烁, 在做着种种猜测, 楚雄笑着摇头, 楚祥道, 小妹, 你回去吧, 我跟父皇去见大师。 我也去, 楚灵忙道, 楚祥省下脸便要呵斥, 楚雄道, 罢了, 让他跟着便是, 行吧, 楚祥无可奈何, 这种事照理说不该让他知道的, 人多嘴杂, 绝不能外泄的。 可谁让他是小妹呢? 是父皇最宠爱的公主。 楚灵顿时高兴地挽起楚雄胳膊, 还是父皇好。 他对楚祥道, 九哥, 你越来越百谱了, 什么都要管我, 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了。 楚祥摇摇头, 你要是不胡闹, 我哪会管你? 反正你跟从前不一样了。 楚灵哼道, 楚祥无奈地哼一声, 三人徐徐来到法空的小院, 法空已经站在桌边, 何时微笑, 贫僧法空, 见过陛下, 陛下御驾临亲, 有失远迎。 楚雄淡淡看着他, 副手而立, 你不该自称贫僧, 而该称法主。 愧不敢当, 法空温和说道, 你过谦了, 楚雄淡淡道, 身父神通及佛咒, 普度众生, 你若不敢当法主之号, 谁能当之? 法空伸手肃请, 陛下请, 楚零已经上前七茶, 端到楚雄跟前, 父皇你来得正好, 这是从大光明风采来的茶, 对修行有益处。 楚雄坐下来, 接过茶展轻戳一口, 微眯眼睛, 满意地点点头, 不愧是光明茶, 确实有诚心之妙。 法空坐到他对面, 法空, 你当知晓我所来为何? 陛下可是不信, 可以叫朕, 皇上当之上古魔宗, 嗯, 楚雄汉手, 楚祥与楚灵一头雾水, 他们对上古魔宗一点没有印象, 根本没听说过。 黄泉古与幽明宗原本是黄泉幽明宗, 乃上古魔宗分支之一。 嗯, 后来黄泉古与幽明宗分裂为两宗, 一宗为黄泉古, 扎根于大涌, 另一宗为幽明宗, 扎根于大云。 这个镇知道, 幽明宗却是已然投效于大云皇帝, 乃大云皇帝的秘位。 法空缓缓道, 楚雄脸色微沉, 他却不知道这个, 他双眼灼灼, 紧盯着法空, 法空继续说道, 而幽明宗与黄泉古虽分裂, 却并不是老死不相往来, 也不是反目为仇, 反而是暗中互通有无, 同之连弃。 嘿, 楚雄冷笑, 竟然把他也瞒过了, 他们的联络能瞒过世人, 法空轻轻说道, 所以, 楚雄缓缓点头, 若有所思, 你是如何知道的? 法空道, 陛下当之我有宿命通, 先前杀了一个幽明宗的高手, 通过宿命通知道了一些密事。 第437章人质, 宿命通, 楚雄缓缓点头, 这便说得通了, 至于说法空如何杀了一个幽明宗的高手, 他便没多问, 关心的也不是这种小事。 父皇, 到底是什么事呀? 楚零忍不住问, 楚雄瞥他一眼, 楚零哼道, 他不说, 父皇你也不说, 难道就不能说了吗? 这件事, 越少人知道越好。 楚雄道, 放心, 我不会传出去的, 楚零指了指自己樱桃小嘴, 我的嘴可是很严实的。 这些事你其实不必知道, 楚雄淡淡道, 父皇, 楚零不悦, 好奇快要把他弄疯了, 扭头看向楚祥, 九哥你也知道吧? 楚雄沉塑的点点头, 小妹, 有些事不知道会更快活, 无庸无虑多好, 何必自寻烦恼? 那我更要知道, 楚零哼道, 法空不言不语, 楚雄无奈地看着他, 这丫头, 不告诉他的话, 自己是甭想得到安宁了, 会一直缠着自己问, 绝不准外传, 绝不外传, 这可是涉及江山设计, 父皇放心, 我会烂在心里的, 楚零挺起胸脯, 素人说道, 楚雄从怀里掏出法空那张信件, 递给他, 楚零接过来瞥一眼, 随即脸色大便, 父皇, 这, 慌什么? 楚雄淡淡道, 天塌不下来, 可是, 楚零醋眉, 如果是真的话, 我们大前可挡不住啊, 未必就是死局, 楚雄道, 楚零脸色变幻, 他没想到竟然是如此大事, 怪不得法空会打破平时远离父皇的惯例, 主动写了这封信, 楚雄看向法空, 法空, 依你之见, 此局该如何破? 法空摇头, 陛下高看贫僧了, 如果说施展佛仲或者施展神通, 贫僧确实能胜任, 可若纵论天下大事, 那非我所长, 我不过是一介和尚而已, 孤陋寡闻, 见识浅薄, 妄论天下大事不过是一笑大方, 一人致短, 多人致长, 说来听听无妨, 楚雄道, 有时候换一个角度, 会有更多的奇妙想法, 楚雄道, 大师, 说几句吧, 楚零邪逆着他, 真够虚伪的, 要论聪明, 天下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他, 偏偏还要说自己孤陋寡闻, 见识浅薄, 既然如此, 那我便妄论两句, 法空道, 他是看出来了, 如果不说几句话, 楚雄绝不会罢休, 楚雄做吸耳恭听状, 法空看一眼楚零, 轻轻一弹指, 不, 沁尖顿时化为粉末, 速速飘飞, 楚零白他一眼, 楚雄笑了笑, 看得出来法空确实是一个谨慎之人, 行事小心翼翼, 不留守卫, 法空道, 既然他们联手, 留给我们的时间就不多了, 应对之法无外乎两种, 或者硬碰硬, 一翼敌二, 或者破坏他们的联合, 挑拨离箭令他们反目成仇, 硬碰硬, 我们不是对手, 大勇道还好, 我们可以胜之, 大云骂, 大云铁机厉害, 如果给我十年时间, 我们或可一战, 现在, 他摇摇头, 法空明白了, 现在与大云动手, 并没胜算, 那先前的战争准备, 便是准备对大勇出手了, 还是为了应对大云的入侵, 大师, 楚雄沈声道, 一旦大云出兵, 大勇再牵制我们一下, 我们便必败无疑了, 法空道, 既然不能硬碰硬, 那只能想办法让他们反目成仇, 或者联手大勇抗击大云, 毕竟如果真要打败了我们大前, 大勇就要仔细想想自己的处境了, 楚雄摇头道, 大勇与我们的仇太深, 恐怕不会与我们结盟对付大云, 法空笑了笑, 王爷, 国与国之间, 哪有什么恩怨, 只有利益罢了, 与江山设计相比, 恩怨也可以暂时放一边, 待打败了大云, 再论恩怨也不迟, 楚雄皱眉, 法空看向皇帝楚雄, 陛下, 我看大勇新皇上位, 年轻则心怀高远, 也心勃勃, 楚雄确实不是做皇帝的料, 太注重感情, 太注重恩怨, 不是以利益为上, 他做统领, 可以让属下死心塌地的追随与效忠, 可做皇帝就不成了, 做皇帝的不需要人们死心塌地, 忠心爱戴, 只需要所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维系江山设计的不是感情, 而是利益, 你觉得他会想一统天下, 楚雄皱, 法空微笑, 楚雄亲汉手, 一统天下, 他想起了自己刚继位的时候, 也是有这般雄心壮志, 欲超过列祖列宗, 让后来人敬仰, 可真正做了皇帝才发现, 事实哪有这般简单, 身为皇帝好像至高无上, 可行事却处处束手束脚, 阻碍重重, 没有随心所欲的时候, 朝堂人人心思各异, 各有各的算盘, 一道圣旨下去, 表面上遵行无为, 做起来却花样百出, 一道正令下去, 最终执行下来, 可能与自己所想的南辕北辙, 面目全非, 让人愤怒却找不到罪魁祸首, 杀了一批人, 可换一批人还是如此, 击中难返, 人力有时穷, 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太过有限, 皇帝只是看上去风光, 内中的艰辛实在无法说, 法空道, 刚刚上任的皇帝, 难免会有一统天下的美梦的, 这便是我们的机会了, 楚雄偏一眼他, 这话说的有些讽刺意味, 好像一统天下只是一场梦, 不切实际一样, 如果这么说, 大前开国太祖也是做美梦之人, 可忠诚就一番伟业的都是爱做梦之人, 法空是极不赞同战争的, 一旦战争, 皇帝与权贵阶层不必上战场厮杀, 唯有性命之忧, 只要待在后方指手画脚即可, 死的都是百姓, 百姓何孤, 要因为皇帝及权贵的利益而去送命, 法空继续说道, 如果他有这个美梦, 那罪以结盟的便不是大云, 而是我们大前, 结盟, 楚祥昼眉道, 可如果大勇被起盟约, 大云一定不会轻饶, 一定会起兵攻打大勇, 法空微笑, 如果与我们结了盟, 大云一旦出兵, 我们也会出兵, 与大勇一起加击大云, 大云再强, 父辈受敌也挡不住吧, 可问题, 大勇会相信我们吗? 楚祥摇头, 我们可是有仇的, 如果真结盟, 大云出兵攻打他们的时候, 我们不出兵, 袖手旁观, 坐山观虎斗, 那大勇岂不是被坑了? 我们如果坐看大勇被迫, 大云则壮大, 下一个便轮到我们了。 法空道, 所以大勇是不会担心这个的, 楚祥道, 如果我们等大勇快要失败, 大云也元气大伤的时候动手, 岂不更好? 大勇会不会防备这个? 楚雄缓缓点头, 法空微笑, 那就要看怎么才能让彼此信任了, 其实彻底信任是不可能的, 一定程度上的互信便可。 互信, 楚祥皱眉苦思, 法空你有办法吧? 楚雄半蛋道, 法空摇头, 贫僧才疏学浅, 伪实不知, 而且对大勇于我们大前的恩怨也不清楚。 再往下说, 那就要得罪人了, 还是少说为妙。 楚雄看向楚祥, 老九, 你觉得有什么办法可以取得互信? 父皇, 我想不出来, 楚祥摇头道, 我们之间的丑可布是短时间内能化解的, 是化解不掉的。 楚雄道, 别光想着仇, 你想想, 大勇拿出什么诚意, 我们才能相信他们。 诚意, 楚祥皱眉沉思, 如果依照他的判断, 大勇不管拿出什么, 都不能相信的, 都有可能是蒙骗的手段。 楚雄无奈摇摇头, 这个老九, 尾时不开窍, 楚零忽然凑上前, 在楚祥耳边说了一句话, 顿时惹来楚祥的异样目光。 楚零称道, 九哥, 你觉得这办法不成? 胡闹吗? 楚祥道, 太危险了, 不危险怎么能显示出诚意来? 楚零撇撇红唇, 楚雄道, 老九, 你觉得呢? 这个, 楚祥迟疑, 摇头道, 还是换个办法好。 你是怕轮到你身上? 父皇, 如果真要去的话, 还是我去吧。 楚祥缓缓说道, 我应该够资格了, 你不行, 分量不够。 楚雄摇头, 楚祥道, 我分量足够了吧, 既是九门提督, 还是神武府的辅主, 他们还不满意。 不够, 楚雄摇头, 法空看向楚灵, 楚灵斜腻着他, 露出得意笑容。 法空摇摇头, 楚灵顿时哼一声, 法空转过头去, 楚灵给的主意是派出人质, 互换人质, 以皇子为人质。 楚灵这一招确实是管用的, 毕竟再怎么说也是亲生儿子, 虎毒不食子, 百姓死得再多, 甚至权贵死得再多, 都不如自己的儿子重要。 九哥, 你确实分量不够, 毕竟所有人都知道你不讨父皇喜欢吗? 楚灵道, 巧妹, 楚祥顿时喝道, 楚灵笑嘻嘻的, 我还不能说实话了。 楚雄道, 行了老酒, 送去做人质, 也得是受宠的皇子, 你确实不行。 他耳目灵通, 当然知道百官甚至神经百姓都认为自己冷落楚祥。 父皇, 要不然, 我去。 楚灵月月欲试, 楚雄道, 你如果是男儿身, 倒是可以, 现在吗? 还是老老实实待着。 楚灵歪头道, 三哥与六哥不能去, 二哥现在是南监察司的司政, 也不能去, 那要谁去? 三哥与六哥都不能去, 否则, 朝堂势力顿时会失衡, 非父皇所愿。 二哥风头正盛, 也不能去, 想来想去, 既受宠又没有权势的, 好像只有八哥能去。 不过到底谁去, 还是要父皇决定, 谁去谁不去, 暂时想这些还太远, 况且也未必用此法。 楚雄百百首道, 第438章 垂危, 他只是随口问问, 现在最重要的是确定真假, 法空不至于在这种事上撒谎, 可他做皇帝有一条最重要的经验与体会, 就是绝对不能相信任何人。 任何人都会撒谎, 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诸多不合常理之事, 历令之婚。 法空是神僧, 有神通, 有佛咒, 可他是人不神, 也要食人间烟火, 有吃喝拉撒, 是金刚寺弟子, 大雪山宗弟子。 那便有他自己的立场与利益, 他会以大雪山宗及金刚寺的利益为先, 而不是整个大前的利益为先。 为了大雪山宗, 难说他不会做出一些古怪之事? 楚雄放下茶盏, 起身道, 朕也该回去了, 往后有什么事就让灵儿带口信吧。 恭送陛下, 法空和十一礼, 楚雄摆摆手, 转身往外走, 父皇, 我就不回去了, 我还要继续练功呢。 楚灵道, 楚雄点头, 楚灵转身一溜烟跑去了塔园, 法空要送他们出去, 被楚雄摆手制止, 不必送了, 徒惹人注意。 是, 法空和十不在远送, 给楚雄打了个眼色。 楚雄与楚雄出了外院的大门, 中围没什么护卫, 依旧有香客在排队, 只是这些香客都是宫里的人, 或者供奉或者秘卫。 楚雄站在大门前, 仰头打亮着自己所守树的鹅扁。 鹅扁闪烁着暗金色光泽, 厚重又庄严, 楚雄道, 父皇, 这幅字很管用, 替金刚寺外院挡了太多风雨, 让大师能安心修炼。 挡得了一些小鱼小虾, 挡不了大鱼。 楚雄淡淡道, 也是他自己手断了德, 吃恩结交, 从而自保, 这种手断在法空和尚手里运用的贤熟, 说他只是一个和尚实在太小瞧了他。 对于法空, 他一直心怀警惕与忌惮, 但,我也帮忙挡了挡, 楚雄道, 你身为九门提督, 这也是理所应当, 走吧。 楚雄收回目光, 转身副手而行, 楚雄忙跟上。 瞿青罗很快过来, 轻盈地撤下了他们的茶盏, 端上一壶酒, 给法空针上一杯。 师父, 皇上的气势好生厉害, 瞿青罗在塔园就感觉到了 孙然如山的气势, 宛如一座微然飓风拔堤而起, 俯视众生。 法空缓缓点头, 不愧是大前第一人, 名不虚传, 楚雄到底是什么境界呢? 恐怕不仅仅是两仪境, 暴戚之后是两仪, 再之后是四象, 楚雄到底是四象还是更往后的? 真正的深不可测, 瞿青罗道, 皇上过来是为了什么呀? 难道师父得罪了皇上? 如果得罪了, 我还能安然坐在这儿? 那倒也是, 瞿青罗笑道, 依照师父的脾气, 是断不会得罪皇帝的, 一定会想方设法保持与皇帝的距离。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距离, 既不能离皇帝太近, 太危险, 皇帝也忌惮, 也不能离皇帝太远, 皇帝会猜忌。 现在师父就做得极好, 楚姐姐在其中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请了, 没什么事, 忙你的去, 是, 弟子倒退, 瞿青罗轻盈离开, 楚雄很快折返回来, 两人坐在桌边, 对饮一杯酒, 大师招呼我过来, 可是还有什么话要说? 楚雄放下酒杯, 打破了沉默, 法空点点头, 其实还有一个办法, 我没有说。 楚雄精神一阵, 什么办法? 于死网破之法, 法空道, 刺杀大勇皇帝, 或者刺杀大云皇帝。 楚雄脸色微变, 盲白手, 此法不妥, 只会火上浇油。 大前与大勇原本就有仇, 如果再刺杀他们的皇帝, 不管的没得手, 只会让两国结怨更深, 不可化解, 大勇甚至会直接愤而发兵攻打, 让大前陷入战争的泥沼中。 这是一个馊主义, 法空道, 如果大勇一条道走到黑, 非要与大云联手, 怎么说都说不通的话, 那怎么办? 楚雄皱眉, 大勇皇帝不傻, 应该知道轻重的, 与大云联后就是与虎谋皮。 法空道, 如果大勇铁了心, 非要跟大云联手, 不讲利益只讲恩怨呢? 年轻人未必那么理智的, 年轻则气盛, 年纪大了, 逞强斗气的心思便没那么强, 讲究更多的是利益。 所以不能以老人的心态去揣测年轻人, 如果真要这样, 楚雄眉头皱得更紧。 如果真碰上大勇新皇, 非要报仇, 非要对付大前, 确实很棘手很麻烦。 皇帝不是那么容易刺杀的, 如果皇上亲自出手呢? 父皇, 楚雄一正, 法空道, 贫皇上的修为, 杀大勇新皇应该是一如反掌吧? 大勇新皇帝的资质应该不差, 否则也不会成皇帝, 可也决达不到楚雄的修为。 毕竟楚雄已经是世间罕有的奇才, 而且奇遇连连, 再加上修炼了这么多年。 大勇新皇帝恐怕远远不如, 楚雄叹道, 万不能让父皇亲身犯险的, 有个好歹, 我们万死莫属。 法空道, 这也只是备用方案, 最后的招数了, 所以王爷也不必忧虑过甚, 我们大前还是有底气的, 还是先说说皇权谷吧。 将来与大勇谈判, 如果没了底气, 那就会被大勇吃得死死的。 却有于死网破的决心, 才能赢得一线生机, 楚雄露出笑容, 皇权谷不是灭掉了吗? 可以说是灭掉, 也可以说是没灭掉。 法空道, 我现在才知道, 皇权谷也分内谷外谷的。 楚雄哼一声, 难道我们只灭了一个, 还有另一个? 灭掉的是外谷, 行走于世间的, 内谷是隐移不出事的。 难道内谷更厉害? 内谷弟子是从外谷中选拔的, 也与外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你的意思是说, 内谷会替外谷报仇, 我们捅了马蜂窝。 差不多吧, 大师你能不能找到内谷? 法空摇头, 那就冰来降挡水来吐烟, 他们若赶来, 直接灭掉。 楚雄冷笑, 内谷弟子的本事不是外谷可比的。 法空道, 传承是上谷的天魔宗, 岂会这般简单? 看看幽明宗的剑法便知道上谷谋宗的厉害。 那又如何? 楚雄信心十足, 两人便灭掉了黄泉谷, 所以黄泉谷也没想象的那么强大, 没什么可怕的。 法空笑着点头, 楚雄有信心便是好事, 为战先妾要不得。 大师, 这一次你可是立下大功, 还好现在吃小了, 如果待一切成定局, 那就晚了。 楚雄感慨, 事实真是离奇, 超乎我们想象。 法空笑着摇头, 他不指望皇帝楚雄会记住自己这一功, 恐怕会越发忌惮自己的神通。 毕竟皇帝是多疑的, 法空忽然出现在一座山峰之巅, 屋里之外的树林里, 李英正已在一棵松树上, 黑山沾上了几处松枝, 脸色煞白如纸, 靠在松树上急促呼吸。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小腹, 伤口的血已经止住, 可力量仍旧在从伤口涌出, 身体越来越虚弱, 这么下去, 恐怕性命难保。 没想到这帮家伙如此的卑鄙无耻, 竟然用人海战术加上百毒的秘术, 硬生生托死自己, 要同归于尽。 自己判断不够精准, 没能一处挤走, 如果激紧一些, 看到他们神态不对马上便后退, 而不是与他们缠战, 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弊面。 说来说去, 自己还是有点骄傲自满了, 随着一场一场的胜利, 不败的威名越来越响, 自己也越来越不把大云武林放眼里了。 觉得不过如此, 所以失去了先前的警惕与小心, 看着六个人修为都不算顶尖, 以为即使以多打少, 也能迅速地打败他们。 哪想到他们练了奇功, 受伤不但不影响他们的动作, 反而让他们更强, 速度更快, 力量更大, 宛如怪物。 剑扎在他们身上, 好像扎在别人身上, 他们不但不疼不畏惧, 反而更兴奋, 动作更猛更快。 与他们一交手, 局面瞬间失控, 六人同时冲过来, 六双眼睛被自己刺瞎没影响他们的动作, 他们动作更快一分。 口龙中剑, 让他们动作更快了一分。 亲口中剑, 让他们动作又快了一分, 最终是刺进他们没心理, 才彻底结果了他们性命。 可这个时候, 自己小腹已经中剑, 被刺各对穿, 而且戒身有毒, 渐进诡异。 好像他们只是用来杀人, 自己死了也无所谓。 他回想六人的动作, 好像就是为了求死, 为了求得解脱一样。 他们已经失去了疼痛的感觉, 这应该是某种歹毒的秘书所致。 回想先前的交战, 他总结了教训, 下手不够狠, 第一剑便直接刺中没心, 便不会有后面的事了。 还有便是轻弓不够, 如果身法足够快, 即使他们越来越快, 自己还是能避得开, 第一波攻击避不开, 第二波第三波也应该避得开。 他觉得自己越来越虚弱, 恐怕撑不了一刻钟, 手腕佛珠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 毕竟这一路上鸣枪案件无数, 难免受伤, 其实先前不该用佛珠疗伤的, 应该留下带重伤之际再用, 导致现在的局面。 他抬头看向神经的方向, 不知道法空现在能不能看到自己, 知道不知道自己重伤垂危, 会不会救自己。 他深深吸一口气, 慢慢倚着松树坐下, 努力调整呼吸, 吸那气息为己用。 法空静静站在山巅, 覆手而立。 一阵风吹来, 金色袈裟烈烈鼓荡, 他已经看到了李英的情况, 却没出手的意思。 中围的树木郁郁葱葱, 大云的气候比大前温暖得多。 这座山峰郁郁葱葱, 树林里有不少的野兽, 张子野鸡之类到处跑, 热闹非常。 法空感受着世间的多样, 景物的壮观, 心旷神怡。 第439章破镜, 他心眼观照着下面的李英, 看着李英从衰弱到虚弱, 气息急促到微弱。 李英原本还有一丝希望, 觉得法空神通广大, 自己真有危险, 法空肯定能知道, 能及时地救自己。 可随着时间流逝, 他越来越虚弱, 眼前一阵阵发黑, 还是没见到法空。 他渐渐升起绝望, 是法空的神通没感应到自己有危险呢? 还是法空知道了, 却不想救自己。 法空的心思莫测, 最开始的时候, 两人相处便是以利益为先, 彼此交换自己需要的, 自己需要功劳, 法空需要宝物。 随着交往的次数增加, 两人越来越熟, 彼此有了交情, 也共同经过患难。 这个时候, 交情就不一样了, 已经变成了朋友, 但法空给自己的感觉总是莫测的。 好像随时会做出莫测之事, 出乎意料。 忽然因为大雪山的缘故不救自己性命, 这种绝情的事他未必做不出来。 他越想越绝望, 他一口气, 难道自己这一生就要如此结束? 有了天魔经天魔秘经, 还有顶尖的剑法, 自己是注定的魔尊, 注定要一统魔宗六道, 重现魔宗昔日的辉煌。 偏偏栽在了大云镜内, 死在这么一个寂寂无闻的荒郊野外, 甚至没人知道。 父亲感应到自己身亡的时候, 赶过来恐怕找不到自己的尸首了。 尸首说不定已经被野狼或者别的野兽吃掉。 此无葬身之处, 当真是凄惨, 他随即又自嘲地笑笑, 是奸向自己这般, 躊躇满志, 却半路夭折的奇才恐怕也不少, 自己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会因为自己死去而伤心的, 恐怕也只有父亲与唐仪两人了, 法空恐怕不会伤心, 只会一笑而过。 自己来这世间, 到底留下了什么? 自己来这世间, 到底是为了什么? 自己的内心深处, 到底是想怎么过着? 是想要什么? 为了不往来这世间, 到底想要做什么? 他在心里反复地问自己, 一问再问, 直到眼前阵阵发黑, 还是没有放弃这些问题, 一直在深思苦苦追寻自己的生命中究意义所在。 他发现自己眼前微亮, 好像是紫金光影, 他忙努力瞪大眼睛, 隐隐约约看到是法空的身影。 虽然现在已经模糊难辨, 看不清楚东西了, 可看到这紫金色影子, 看到这身形, 便能断定是法空。 他露出笑容, 可法空静静看着他, 没有动作, 只任凭他呼吸继续微弱, 一直微弱下去。 他疑惑随即绝望, 发现法空竟然是来看自己死去的, 并没有救自己的意思。 他顿时恼怒, 同时绝望地想大笑, 心里充满了对友情的失望, 还有对法空的痛恨, 以及看透一切的释然。 他不由地再次质问自己, 自己这一生, 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呢? 是魔宗六道的荣光, 还是父亲的夙愿, 还是天下无敌, 还是自己的解脱, 无忧意无惧。 他抛开了法空, 在内心里寻找, 往事一幕幕出现在他眼前, 仿佛时间逆转, 从头到尾迅速地回想了一遍自己这一生的经历。 最终永恒的寂静与黑暗终于来临, 他面露微笑, 忽然是然, 就让这世间的一切都成归成土归土, 怎么来, 便怎么走。 黑暗与寂静涌来, 他彻底被吞噬, 眼前黑暗, 然后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法空静静看着李英, 李英一袭黑衫倚着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松树。 却白脸旁没有一丝血色, 红唇已经变得微微泛青, 仿佛敷了粉一般。 他素来意义如新的眼眸恍恍惚惚, 脸上神情奇异, 似笑似哭似嘲讽。 法空知道他看到了自己, 他想说话却说不出话, 已经太过虚弱, 没有力气做任何一个动作, 做出一个复杂表情已经难得。 法空静静看着他的呼吸渐渐断绝, 直至彻底断气。 李英慢慢睁开眼, 他先看看四周, 发现自己仍旧待在那棵松树下, 身边还散发着浓郁的松枝香气。 他低头看看身体, 黑山油在, 小腹的伤口也在, 只是伤口处已经没了有力量外泄感, 好像已经封上了流泄的通道, 隐隐作腾而已。 身体的虚弱感彻底消失, 反而精神充沛, 身体仿佛蕴含了无穷的力量。 他烧一运弓, 顿时钢气汹涌澎湃, 一运弓, 五官顿时恢复了敏锐, 感觉到树林里有人, 发现法空正抱着一堆树枝出来。 紧了, 法空将枯枝放下, 将一些枯叶聚起, 点起了一团火, 吹两口气, 令这堆火迅速扩大成为一堆篝火。 他这才发现天色已暗, 目色上涌, 你, 他一出声, 发现自己声音干涩, 轻渴两声, 继续说道, 你怎会, 好奇我怎会救你, 你原本要看着我死, 后来忽然改变主意, 心生慈悲了。 李英似笑非笑, 终于还是救我了。 法空笑道, 你是不是一直觉得我会忽然起了恶念, 动手杀你? 难道不是? 李英道, 法空摇头失笑, 真让人寒心, 李英轻笑一声, 摇头道, 你明明来了, 抬眼睁睁看我死去, 我难道就不寒心? 法空道, 你想死可没这么容易, 李英心情雀跃, 死而复生的感觉太过美好。 世界一下变得格外的美丽, 一切都是美妙的, 声音悦耳, 空气清新, 甚至平时觉得刺鼻的松之味, 现在都那般的美好。 法空道, 你现在试试, 能不能进入大宗师境界? 大宗师, 您心见性, 真正死过一次之后, 凭你的悟性, 应该差不多误了吧? 李英促眉, 你是故意为了让我绝望, 让我彻底丧失希望, 死去一次。 你总算没笨到家, 法空坐到篝火旁, 将两块红薯放到火旁边的石头上。 李英若有所思, 他念头围动, 周深的气势迅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浩瀚气势从他身体里扩散开去, 越来越浓烈。 篝火被狂风吹得东倒西歪, 李英忽然发出一声长笑, 叫声冲天而起, 响恶行云, 把归零的圈鸟们惊得纷纷飞起。 大宗师, 李英黑衫滚滚而动, 乌黑秀发随风飘舞, 整个人的气势滔滔如巨浪。 法空微笑看着他, 恭喜了, 李英黑衫慢慢平伏, 乌黑秀发也归回肩膀, 一以明眸凝视着法空。 法空道, 谢就不必谢了, 往后对三大宗弟子手下留情, 也就不负我今天的功劳了。 法空, 你一直担心我成器后, 一统魔宗六道, 从而威胁到你们三大宗吧? 确实有这个担心, 既然如此, 为何还要救我? 其实心里也挣扎犹豫, 既想提前把威胁扼杀, 又狠不下心杀我, 是不是? 没那么纠结, 法空笑道, 是你自己的错觉, 总觉得我要杀你, 是以你之心夺我之父。 李英笑着轻哼一声, 简然并不相信, 法空道, 我是觉得, 天下分九必合和九必分, 你们魔宗六道终究还是要一统的, 与其是其他人做魔尊, 不如你做魔尊。 我们如果为敌,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 因为我知道你对我们魔宗的威胁太大。 我知道你恩怨分明, 你终究还是要手下留情的。 法空笑道, 不把我这些恩情还玩, 不能杀我。 李英笑着摇头, 法空是把自己的脾性摸透了, 想想也是, 让自己这么一个了解的人做魔尊, 确实比一个不了解的人做魔尊更有利。 尤其是对他们金刚四有利, 法空笑道, 想想看吧, 救了你多少次, 还有助你进大宗师, 你欠我的太多, 根本还不完的, 对了, 你被哪一个高手所重伤。 凭李英的悟性, 这一趟大云之行足够踏入大宗师了。 自己不过是顺水推舟, 把时间提前了一点点, 还留下了一份巨大人情, 足够影响未来。 别提了, 李英没脸提起, 法空笑了, 李英道, 我原本觉得自己应该回去, 或者避一避风头, 现在就不一样了。 恰恰相反, 你现在是该回去了。 法空道, 你已然是大宗师, 大宗师是要遵守大宗师的规矩。 李英修长入病的戏没顿时促起, 面露不悦。 他这一口窝囊气还没能发泄出来呢, 便要转身回去, 那就太过郁闷了。 大宗师的规则你还是要遵守的。 法空道, 如果你不是大宗师反而不要紧, 为了大宗师规则, 所有大宗师将群起而公之, 他们若赶过来, 我倒要试试。 李英轻哼, 他不是大宗师的时候, 杀大宗师如宰鸡, 现在成了大宗师, 已然不把大宗师放眼里。 法空道, 来来, 试试我心尽学得的剑法。 他看李英有点飘了, 需要煞一煞他的威风。 鸡中飞出一抹青光, 轻飘飘刺向他, 李英身子绕松树一转, 从松树的另一侧冲向法空, 常见化为一道电光射向法空。 法空轻盈一次, 试, 李英在空中击退, 落到那棵老松树前。 他迟疑不定地看着法空, 又低头看看自己左肩, 左肩处已经出现一个洞。 剑尖已经刺破衣服, 如果不是法空手下留情, 这一剑就会刺穿过去。 法空微笑, 这一剑如何? 这是, 法空微笑, 是我奇遇得来的剑法。 你成为大宗师后, 剑法没什么精进啊。 需要打磨一段时间, 李英促没道, 这一剑, 很怪。 他觉得太诡异太古怪了, 如果再来一次, 还是没办法避开。 法空道, 这世间的剑法高手还有很多, 如云金有一位独孤夏琴, 剑法与我不相上下。 独孤夏琴, 听说过, 李英道, 独孤剑武, 天下无双吗? 他原本打算去见识一下独孤夏琴的剑法的。 第440章万魔, 独孤剑武, 天下无双, 法空笑着点头, 确实名不虚传, 你跟这独孤夏琴也有交情, 李英歪头看他, 交过手, 揭搓过, 你剑的人倒是不少。 李英卿笑道, 这位独孤姑娘长得可美貌。 法空摇头, 李英道, 她的名气可是极盛, 如此受人推崇, 容貌不美。 相貌确实很平常, 法空道, 比李姑娘你差了很远, 但剑法剩你不少。 会有机会见识到的, 李英卿哼道, 他听出了法空话里对独孤夏琴的推崇之意, 显然是觉得独孤夏琴更胜于他。 厌不下这口气, 李英想到了自己差点而被人所害, 杀鸡与怒火顿时雄雄。 如果不是法空, 自己这次必死无疑, 更别说进入大宗师。 哎, 这份恩情真的没办法还清, 自己如果是白眼狼, 是翻脸无情之人还好, 偏偏是重情重义, 没办法昧着良心。 法空便注定是自己的债主, 要还一辈子的债了。 他随即想到了那六个家伙, 他们绝不是寻常宗门弟子, 如此威力, 别说杀自己, 杀任何一个大宗师都行。 有这般秘术, 怎能是寻常宗门, 怎能是一般的小派。 只是手段阴毒, 绝非正道, 不管是大前还是大云, 都有邪功, 都有邪派邪宗。 这些都是应该从世间抹除掉的存在, 可他们手段阴险毒辣, 反而活得更滋润, 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大师你可知道他们是谁, 李英将自己御敌的经过说了一遍, 法空思索, 他在公孙元化的记忆里寻找, 虽然公孙元化平时什么也不管, 不嫌操心, 只是想痛痛快快的过日子, 看到想杀的人就杀掉, 尽情尽兴。 可公孙元化身为幽民宗的高手, 而且还是大云皇帝的秘位, 知道的消息不少。 他还真知道这样的秘术, 他忽然神色变得有些古怪, 李英发现了他的脸色古怪, 便问道, 难道有什么不对劲? 他们这秘术你应该知道的, 我知道什么, 天魔姐离宫, 法空缓缓道, 天魔姐离宫, 李英想了想, 最终摇摇头, 不知道, 没听说过,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卖关子了。 这应该是魔宗秘术吧, 哪个魔宗, 大云有一个宗门, 名叫万魔风, 你难道不知道? 不知, 那就奇怪了, 我总觉得这万魔风与你们魔宗有几分渊源, 有几分相似。 李英哼道, 如果真与我们魔宗有渊源, 我不可能一点不知道, 更何况他们还要杀我, 可能他们并不知道你的底细, 只觉得你太过威风。 法空摇头笑道, 所以要杀一杀你的威风吧, 为了杀我的威风, 便牺牲那么多人。 李英摇头, 法空道, 万魔风的人, 那可都是疯子, 绝不能以常理揣测的。 万魔风, 李英沉吟, 思索片刻, 最终摇头, 确实没听说过, 一点没有印象, 如果我听说过或者见过, 绝对不会忘。 有可能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呢? 法空笑道, 李英白他一眼, 他觉得没有这么巧的事, 而且即使是一家人, 与残天道有渊源, 下这般死守也结下了大仇。 自己绝不会原谅他们, 一定要报这个仇的。 李英法空, 自己这一次必死无疑, 这便是生死大仇, 绝不会放过他们。 万魔风, 法空抬头看了看四周, 应该距离这里不远吧? 多远, 十里左右, 法空道, 你这是到了他们的地盘, 所以他们要灭了你。 我要过去会一会这万魔风, 你可想好喽。 法空道, 万魔风可不是小宗小派, 你再强也不可能扫平他们。 如果有大师你相助呢? 我, 法空摇头道, 我平白无故结这个愿做什么? 这帮疯子, 真要惹怒了他们, 恐怕我再难安宁。 你难道不想灭了这万魔风? 李英似笑非笑, 我不相信大师你不愿。 他们在疯狂, 没惹到我, 也懒得去主动招惹他们。 法空摇头, 没有上当, 李英邪逆着他, 法空微笑看着他, 两人目光在空中相撞, 彼此不相让, 李英哼道, 我要什么代价, 你才能帮这个忙。 那要看你的诚意了, 设立, 可以, 回去之后, 三颗设立, 你上一次说, 已经没有再多的了, 父亲一直在搜集呢? 李英道, 他有门路, 还能搜集到设立。 也行, 法空没再挑剔刁难, 不过你可想好了, 真要闯上万魔风。 你轻功可不够强, 万一打不过, 逃都逃不掉。 你若能相助, 我有何惧灾? 行吧, 皆稀一晚, 明天早晨我便去万魔风。 清晨, 明媚的阳光当空照, 却没能破开万魔风顶的雾气, 万魔风终年覆盖一层浓雾, 人们如果第一次见到万魔风, 很难想象这般先进一般的地方名叫万魔风。 万魔风的名声在整个大云是响当当的, 不是因为武功强, 而是因为疯狂。 就像当初的昆山圣教一般, 而且万魔风的武功也有独到之处, 让人不敢小觑。 虽然因为心法怪异, 恶大的一流宗派只有六名大宗师, 与他们的名气及等级严重不相符, 但大云武林却不敢因此而小觑万魔风。 但因万魔风弟子都是疯子, 而且心法诡异古怪, 即使大宗师也挡不住他们。 他们震慑得住大宗师, 当然也能震慑得住一般武林高手, 所以地位稳固, 无人敢犯。 这也养成了他们骄纵之事, 听闻大前的一个女子竟然见败诸高手, 无人能敌, 便起了杀心, 派出六名高手要毁掉他。 杀死他, 则万魔风的地位进一步稳固, 名望进一步提升。 他们不管理应的出身来历, 不管理应的好坏, 只因为名气太盛, 还要闯过万魔风的势力范围, 便要杀之。 万魔风下有一片树林, 树林外有一座小亭, 小亭里坐着四个黄袍青年, 正各自抱着剑打瞌睡。 此时, 理应出现在小亭前, 他一袭黑衫, 腰尖悬一柄长剑, 让人担忧他腰太细, 会不会被长剑压折。 白玉般的瓜子脸冷冷的, 来到小亭外时停住, 打量着四个黄袍青年。 看他们的打扮, 与那六个家伙一般无二, 一看便知道是同门。 可, 他倾壳一声, 什么, 刺人打了个寒颤, 盲睁开眼, 按上剑柄目瞪过来。 待看清楚了理应, 他们目光在理应的瓜子脸上转了转, 露出迷醉神色。 很快一个青年清醒过来, 抱拳道, 姑娘何人, 来必踪有何贵干? 理应淡淡道, 这里可是万魔风, 正是, 黄袍青年回答, 理应缓缓点头, 好的很, 那就没错了, 我是理应, 先前你们要杀的人。 刺个脸色微变, 另一个黄袍青年审声道, 大前理应。 是我, 理应汉手, 刺人脸色在变, 他们没想到理应没死, 竟然还找过来了, 而另六位师兄没回来, 显然师兄多吉少。 他们心情一下沉重, 理应忽然抬头看过去, 看到了从临海上方飘略而至的四个金袍中年男子。 这四个金袍中年皆是大宗师, 他们严肃地盯着理应, 师祖, 四个黄袍青年盲工身行礼。 你们退下吧, 一个金袍中年淡淡一白手, 双眼紧盯着理应。 他眼中露出民众之意, 理应竟然是大宗师, 怎么没有人告诉自己这消息? 理应道, 你们知道我来做什么的吧? 理姑娘你欲如何? 这金袍中年沈生道, 没想到你竟然是大宗师, 师敬。 如果知道是大宗师, 他们便不会拍那六个人, 而是换成另外六个人。 理应道, 杀了你们那六个弟子, 我才突破的。 四个金袍中年脸色变了变, 有些苦涩。 要杀的人没能杀死, 反而搭上了自己的弟子, 而且还助人加一臂之力, 羞为大尽踏入大宗师。 连有比这更憋屈的事了, 理应轻笑, 我特意过来好好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助我一臂之力, 踏入大宗师。 不必客气, 那金袍中年淡淡道, 他听出了理应语气中的讽刺与挑衅意味。 可大宗师的理应与不是大宗师的理应是截然不同的, 危险等级提升了数层。 那六个弟子都不是平庸之辈, 都是能杀死大宗师的高手, 理应却能安然无恙。 那么换成更厉害的弟子, 恐怕也未必能奈何得了理应, 即使自己六个大宗师一起出手, 也没有把握。 理应的剑法确实是一绝, 想杀死他, 自己六人恐怕也要折损。 到了大宗师境界, 谁还想拼命? 理应道, 我刚踏入大宗师, 还没跟人厮杀过, 实在寄养, 便过来请教万魔风的各位高手, 还望不吝止教采释。 理姑娘客气了, 那金袍中年客气得到, 看他们现在客客气气的模样, 实在想象不出他们的疯狂。 不过理应见识过昆山圣教弟子的疯狂, 昆山圣教弟子平时也是很正常, 却动辄自暴。